你好我是董振榮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談的是拉流量的方式 那到這一步呢基本上齁 有蠻多種做法的 那這邊的話 我主要介紹兩種方法就夠了 基本上你只要熟悉其中幾種方法 把它做到一個極致 然後你的流量其實就會很大了 只不過呢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你的心態要正確 這個我們等一下馬上會提 不過第一種比較常見的 也是一般呢 一般企業界在做網路行銷的時候 一定會做的 就是所謂關鍵字的廣告 它要打廣告付費廣告 那這種模式通常稱為PPC 也就是Pair Per Click 按點擊付費 所以呢就是 你在網路上搜尋的時候 最上頭還有最右邊那邊 會冒出一些廣告 那你只要點呢 他們就要付相對應的一些費用 那基本上齁 在國外進行這種關鍵字廣告啊 的做法跟一般的企業界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有三種比較可行的做法 而且這三種都可以做得好的話 都可以很快的擁有很大量的獲利 那這邊我簡單的整理三種 那也許還有其他的 第一種就是呢 你打個廣告啊 你做到關鍵字是可以直接連結到 你做聯盟行銷的銷售頁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在推薦別人的產品 那這個產品有一個銷售頁面 那你直接呢 打關鍵字的廣告 那有興趣的人直接一點 就直接連到那 你推薦的產品的網頁 那當然是透過你的連結 所以呢 如果他在那個網頁購買了 那你就馬上擁有佣金 一筆佣金 這是一個 呃 蠻新的做法 如果呢 呃 你測試過後啊 你發現那個利潤啊 其實大於你的支出 廣告支出 那其實是還蠻有 有效的方式 好 第二種方法就是呢 你直接啊 連結到你自己產品的銷售頁面 當然你想要賣 那你不要連到你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裡頭沒有什麼銷售 呃 這樣子你會白白浪費錢 所以你要連結 就是你自己做的產品的銷售頁面 第三種啊 就是 這是拿來擷取名單用的 就是你直接連結到你自己的名單擷取頁 這個英文叫Squiz page 就是名單抓取頁 那這個做法主要呢 是用關鍵字來收集潛在客戶的名單 那 呃 這個要 你要實際測試 你才知道說 欸那你收集的這個名單 大概會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會實際購買你要推管的產品 那如果呢 這個百分比啊 夠高 然後他可以 呃 超越呢 你在做這個 關鍵字廣告的費用 而且多很多的話 那這樣子基本上就值得投資 好 那第二種呢 拉流量的方式 我基本上介紹這兩種啦 那還有很多很多 那第二種呢 就是所謂的文章行銷 呃 他啊 基本上有幾個要點 第一點呢 就是呢 你撰寫呢 大量含有你鎖定關鍵字的文章 然後 拉進來呢 搜尋這些關鍵字的人 也就是說呢 你文章基本上不是亂寫的 那 以前我並不知道這一點啊 所以 想說啊文章寫越多越好 那事實上呢 這是 不太正確的想法 你可以鎖定一些呢 呃 你的部落格的主題 然後呢 然後鎖定一些關鍵字 例如說網路行銷 然後你就寫呢 呃 含有這些關鍵字的文章 那 那 人們呢 搜尋網路行銷的時候 可能就看到你的文章就會連進來 那 第二點呢 就是 你可以把你啊 自己以前所有寫過文章整理好 然後全部放在你主要 個人付費的網站上面 這一點其實蠻重要 就是說很多人齁 他其實以前寫過很多文章 可是呢 那你要怎麼去占用這些資源 你就把它收集起來 放在一個 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第三個就是 你的心態基本上是決定這一切 如果你只想要短期的撈一筆的話 那 呃 基本上文章行銷 你可能做不太下去 如果你想要 長久的獲利的話 那我非常建議你就做文章行銷 然後第四點就是 你不要急著馬上打一些付費廣告 你先把你的 你的部落格 或是你的網站的內容 充實搞定再好 那 外頭有一些齁 就是 可以自動PO文啊 自動幫你駕站的系統 基本上 如果你是為了要長期的獲利 我推薦你呢 是不要這麼做 你還是 在文章下手 好